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芝加哥大姐 您好 您想说什么 我跟前面的两位小妹妹的看法是一样的 莫西哥的高华就是一种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完全不代表我们这些在入籍海外的 虽然我觉得在我们入籍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已经下定了一个决心 我是等了很多年很多年才入籍的 那个时候是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了十年签证 我就觉得我可以如果父母出现意外的话 我会可以很容易的回到国内去处理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回国是没有问题的 但目前我也是面临了这个问题 因为昨天我还跟我妈妈讲 我妈妈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很难过 就是17年的时候 我怕去世 我可以在一天内就坐飞机回国 但是目前来到我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并不愿意中国的这个政策 因为我们当初 我已经发现了作为中国国籍的持有者 中国政府并不代表我的利益 中国政府只代表他14亿人中大部分人的利益 也许墨西哥这位小弟弟 我应该称他为小弟弟 也许你的父母是很期望你回到家 就像我的妈妈也很期望我回家 但是他们是这个国家14亿人口的少数人 所以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 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一个国家治理14亿人口的成本是不能比的 所以我们不要为了我们自己的一己之私 然后给中国的这种防疫政策扣帽子 如果你要说人大主义 我就是你的北边的邻居 当初美国政府为了911禁止十来个差不多十哪个穆斯林国家的人 连持有绿卡的人都不可以跟美国的这些穆斯林相聚 那时候你替这些穆斯林讲过话吗 你有什么资格去要求中国政府拥有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价值观 如果讲人道的时候 不要这么双标 所以我都觉得有些在海外的华人 就像和很多台湾人一样 觉得自己是另外一个种族 有一种种族优越感 我要拿到一切的特权 我很想跟这位5030这位小弟弟 也去对话一下 因为在我看来5030这些人 他代表的是一种黄色的种族主义 就跟在美国这种种族主义 白色的种族主义是一样的 明明这个国家 美国的国家和台湾地区都有当初的原住民 相反 白人进了以后 这个国家是属于白人的 那你们这些从大陆搬到台湾的那些人 一下就变成 这个台湾是我们这些人了 后来的人都没有资格再跟我争这个地方 现在你可能前几天看到了一个 费城的一个大学 法律的教授说 这个国家应该少了一点华人来 因为他们太有助了 你知道很滑稽吗 就是说 这个国家等白人进去了以后 其他人已经不再住属于这个国家的公民 你要知道 美国建国的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 编了一份美国公民的法案 是把黑人完全排斥在内的 所以难道你们中国的这种价值观是白人至上主义吗 那现在美国出现的一切的症状 都是因为当初那个法律 他们想恢复到当初华盛顿前例的那个法律 这个美国就是白人的美国 那现在你们台湾人就是 台湾是我们 这1949年已经引到台湾的人的台湾 对吧 说实话 台湾分两部分 这些台湾人 有的人就说 我侧侧底底就像美国的红脖子 侧侧底底其实你们外族人 对吧 他很 就是说像那种绿色这种台独 他很台湿的这些 还有一种就是台湾的这种难血人 表面上我觉得 我们还是一家人 但是我还是比你高级 就是现在跟美国的民主党人一样 表面上觉得我为全世界这个民主啊 人权啊 我在为你们这个争取 你看我把这些很好的制度宣扬给你们 实际上民主的制度是维持白人的这种 至上的这种社会制度的 你要仔细看为什么美国的民主制度 实行了200多年 美国的黑人一直处在社会最底下 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维持 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它必须要有最穷的人力下去服务的 那这个社会必须要用民主的方式 去保留压制最底层 这是才能导致它的资本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台湾你看它现在做的很就是这样 它用民主的方式去维持一个付钱的这种状态 它用钱搞民主 它不是用人搞民主 所以我很想对话一个5030 而且我觉得它对中国的这种恐惧 是因为它对中国的这种不理解 我觉得因为我前几段时间 是在李史哥那边比较剧统的讲了一下 我当年参加八九六四决朝这段时间 然后实际上我是非常有八九情节的人 我当年离开的时候 我是对当初江泽民政府的这种绝对的失望 我当初就想寻找一个能够更懂中国的一个 寻找另外一种制度 一种方式怎么让中国更好 所以我才来美国 我在申请美国研究生的那封系上 我就做明了我是八九六四决朝的 那个当初的大学生 我希望我来学社会学就是为了寻找 究竟怎么能够帮中国好起来 所以作为我学英文专业的人 我就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我才来到美国来学习 但是读了两年以后 美国这些东西社会学研究也是指上寒冰 所以我就放弃 就是两年以后拿了寿司学一位我就毕业了 那我一直也在思考 就是什么对中国才是最好的 我现在是差不多 就是目前来到我在美国差不多将近三十年了 然后我觉得在美国学习社会学 是没有让我看懂中国 但是在美国我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倒让我看懂了中国 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无神论的基督教 它是为了中国苦众 就是像韩国瑜说的 世界还是苦人多 所以共产党它初心就是为了苦人 那些穷苦的人 一个有出头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 就是很多你要对比一下这种基督教 我就觉得毛泽东和习近平 有一点像基督教里边的Paul 保罗 就是说他去为各地去传福音 但基督教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只管信仰 他不管民生 就是说你看实际上基督 就是在美国黑人社区 很多黑人教会 我现在就是放弃了在华人教会 我一直在白人教会 以前都是在白人教会的 现在我就去了一个全黑人的教会 去接触他们 然后我就也看了 因为我是学社会 一些背景 我看了一些关于基督教会 和美国 你就要知道 马丁路德金 他本身就是个牧师 因为美国就是 这些基督教会 才给那些穷苦的黑人 有一点心灵上的安慰 但毕竟他没有帮助美国的黑人 得到经济上的一些 就是生活上的改变 这就是在美国 这个非一群体这种分裂 就是因为 就是说这些基督教会 并没有改变那些黑人 他们这种生活很 就是属于下层阶级的这种局面 但是我觉得共产党 真正的摸索出来一套 这种经济模式 然后他用他实际上 你要看他那种 就是什么 学习马列主义 那跟基督教里面的查经班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然后派共产党员下农村 去帮助扶贫 那跟我们这些基督徒 去做Missionary 就是传教士 也没什么区别 对吧 他从这方面 但是他真正的给一些 社会底层的人 一种经济上的提高 让他们能够生活有一点尊严 我觉得这就是基督教 在这种 他没有在这个社会上 能做到的 达到的一点 那共产党就是做到了 所以我跟这个5030来讲 就是你真的 你要共产党看作一个 就是说 专门负责经济 民政问题的基督教 这个教会 那你就会对中国共产党 不会那么恐惧 这就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去扶贫啊 或者是打压资本 因为他必须控制这个资本 他才能把这些资源 向这些底层这些群体来倾斜 像在美国他就是没有办法 他最近的那个反政策去 就是拜登心有余力不足 他要把这个基建政策去推广出来 能够让价钱去多受惠一点 但是这个制度 这个民主的制度 就是不可能让他能成行 就是然后他用这些媒体啊 都把这说 你看穷人都去打砸抢 就是你要知道 穷人打砸抢 他能抢出多少钱 你要知道 那个当初就是 那个救济这个疫情的时候 发了那些款 为什么造成股市这么节节高 经济都已经 那个商店什么都很少开门了 为什么经济这么火 因为那些钱 全部进入了富人的口 让穷人实际上没得到很多 穷人得到了一点点 90%都给了富人 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所以呢 我就觉得像这些5030的人 你是先看看自己的腰包里面 有多少钱 你才想一想 谁会对你才好 如果腰包里只有5块钱 你不是以为 你选出的那个政府 是为你的腰包里有5块钱 而不是为那腰包里有100块钱的人服务的 所以在选举的时候 你要看清楚 你只是一个票 而不是 只是给人家做嫁衣 你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 真正的大财团 才主打了一个国家的政策 那你是准备是要 中国政府它这种财团 它的目的是为那些土人来服务的 还是为像美国这种 专门为白人有钱人来服务的 我觉得就是说 你自己先把这个 先看看自己的腰包 再评论你选择哪个制度 我就是想这一种 想到这一种 特别想跟530对话 对 我很想 因为我刚才 我在听上来之前 我是开了那个 杉杉的对话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看出来他有一种 一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恐惧 另外一种就是 他一种那种种族主义 就是华人的种族主义 在台湾的 或者是在美国本身一些 像这种高华 因为我是学了社会学 而且我最后是走了基督教这种信念 以后我就能维持我的价值观 我就是非常刻意保留我自己的价值观 就是说我不和那些人同流合物 但是说一句话 在很多教会里面 很多都是台湾人法治的 我从来不介入这种教会 因为这种教会是有政治背景的 而且他们就是反共的 而且我希望有机会 我能够在你的台上再讲一下 八九六四真正的 为什么共产党会借严 会最后进行 就是八六四 那天的那种镇压 实际上 是台湾国民党借到杀人 我们所有人都成为牺牲的人 好 那不然那个大姐你不嫌弃的话 你就干脆你在这一次就把它讲完了 好吧 没有关系 虽然你既然开了这个头 虽然跟今天主题不一样 你就把它讲了吧 你是说国民党借刀杀人 你说这个内容是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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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